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全知道 所以这也是一个事业 开始我是因为出差 所以没有看 没有跟着看 没有跟着看 我就觉得可能会有一个边缘感 就是跟朋友一起聊天聊不上了 我后来就想 干脆我就试一试 我今年一场都不看 我会不会跟人家聊不上话 我发现根本就不是 你什么新闻我都知道 你德国队胜了意大利队 我也知道 葡萄牙队赢了法国队我也知道 怎么赢我也知道 细节我也知道 所以你看 动机和目的它就不一样 你是为了跟人聊上话 我有时候很不理解一些人这种目的 人有社交需要 就是社交动物 对吧 很多人都在讲一些个理由 就比方说 我要不看 或者说有个八卦 我要不看 我就跟人没有话题 对 有些人是为了 这不是热爱体育 对 这从来不是我的动机 我从来也无所谓 跟你有没有话题 你不做领导 有很多做领导 公司里做老板的 他要看球赛 美国也是 礼拜天的橄榄球 一定要看 不是喜欢橄榄球 是第二天跟下面的员工 有话说 清静 清明 对 你看 我是有目的 你要是不看的话 人家就觉得这老板高高在上 我是伪球迷 但是我看也不是为了找话题 我看就是 就这么好看 就不能错过 后来他们说这真球迷才不看欧洲杯呢 人家看欧冠 是吧 不 欧洲杯也好看 也好看 美洲杯也好看 其实都好看 美洲杯就来不及了 今天没有全部看 那天晚上 对吧 这是戏剧性的是吧 然后咱们可以看看 他们说这个C罗这回就是金球了 肯定金球奖呼之欲出了 这是从场上 从场上哭下来 35分钟以后 说有一只飞蛾 你记得吗 飞到他的鼻尖 在左眼 有人说那个飞蛾是另一个葡萄牙足球名宿的转世 然后那个足球名宿就曾经撒泪绿音场离这个冠军杯啊 只差一步 没想到C罗你再往下放 再导演往下放 C罗还带着他的妻子来看 你看好 最后缠了绷带 又跟着这个主教练出来 他们说这个葡萄牙是双帅嘛 两个教练 对 两人一起喊 就看出C罗这个精神领袖的作用 甚至是挟持 教练 对 你看跟教练同声同气 然后你再看 啊 这是埃德尔进球 那一刹那 镜头反倒都对向了C罗 这说明人们的这种看点啊 但也有个说法是 就是因为他下了葡萄牙的战斗力才强了 以前的葡萄牙全队就是为了他刷数据 全队就在配合他 夸这个埃德尔 你再看下边 啊 这时候就 这健身健的好啊 一身健的肉啊 拍吧拍吧拍吧 随便拍 这高兴爽了嘛 这次再看下边 最后就是咆哮一声啊 你去做棚树挺好的 当然 我主要是给他们留口饭吃 徐老师的感想说一说 真就是别先说话 看得很郁闷啊 因为我是帮法国的 你是帮法国队的 而且呢 我想检讨一下 为什么在球赛中会不喜欢一个人 和讨厌一个人 这个呢 我上次讲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C罗呢 不是 每个球员都有人不喜欢 这要公开的来说 有的人不喜欢C罗 有的人不喜欢梅西 有的人不喜欢比方说其他的马拉多纳什么都有啊 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 看球是第三种快乐 是在利益跟荣誉之外的一个无目的的快乐 正因为他是无目的的 所以呢 他人最任性 比如说当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一个人 明明这个人很讨厌 但要是他是你的老板 你也不能讨厌他 第二 他是一个残疾人 比方说他脸上长一个什么很怪的东西 是很难看 但是你心里要提醒自己 你不能看不起人家 你不能嘲笑 而且不能说出来 哎呀 你不能说的 你这个不善 对不对 那这两种 前面两种都不是任性的 只有第三种 当我们对到明星了 求心的时候 我喜欢不喜欢 这是我最 最自由的时候 是吧 恰恰是在你最自由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最自由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康德的说法 就审美一方面是个人主观的 但另外审美有个特点 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假定全世界的人都喜欢 哦 就是当你看到个月亮美的时候 嗯 如果旁边有个人说他像烧饼 你就看不起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看着要和 你看花 美女也是这样 对不对 你啊 什么人说威纳斯不好看 我们就觉得他没文化 所以当我们喜欢一个求心的时候 实际是没理由的 其实是我们个人的感情 我喜欢梅西或者我喜欢斯蒂罗 但是我们心里有个无意是觉得 别人也要像我这样 因此 我们一旦看到有人 表达了对一个你喜欢的人的 不喜欢以后 嗯 就特别愤怒 所以我 微博被人骂死啊 因为他们 我说过我喜欢巴萨 就有一批人 我的同 喜欢我的人啊 不来说 但是有喜欢斯蒂罗的人啊 就这个 他就老盯着我 哎 徐老师啊 怎么样啊 闷死你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看 所以我就在想人最自由的东西 恰恰又是不自由的东西 我 我当然也反复的想 我为什么不喜欢西罗呢 没道理的啊 我跟他无冤无仇 对不对 人家球也提的好 说实在话 除了没心 但是你能说出来 为什么不喜欢吗 现在 我在想都是很个人的原因 比方说 我不喜欢他那个庆祝的姿势 他说呀 这样一下 我觉得这个姿势不好看 但是我仔细一想 为什么不好看 人家会觉得好看啊 那就像法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时候 格里斯曼 他的庆祝的姿势这么手跳 很多人觉得不好看 那么也有人觉得喜欢 所以我再三说 冷静 理性的来讲 这种不喜欢是没道理的 但是人 就有时候是不理性的 但是也不是说没道理 你跟你的那个品位 其实一个人的品位 是主宰了他很大的一个 你一说品位呢 那人家骂死你了 难道 就是你的品位不好啊 人家可以骂你啊 对不对 对 你可以在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承认自己 我品位不好 比如说 不会 我今年没有看世界杯 但是我看温布顿 到温布顿最后决赛 女子决赛 我就不想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那个 萨琳娜 小威 他看到小威就 我看到小威 因为我跟你一样 你不喜欢西罗吧 我不喜欢小威 因为我也是 你说他球是不是打得好 他球打得好 但打得不好看 这里边有种族歧视 我没有 那这就是人家的想法了 都说是种族歧视啊 什么啊 第一 他球打得好 但是打得不好看 打得不好看 还是长得不好看 打得好看啊 打得不好看 他的动作真的很难看 再加上他们那个 他的那个 长得你 长得是这样 在球场上不好看 下来说话的时候 你还可以 不是 长得 长得这就叫 还真没法夸他 不是那 这就是个平均 我跟你说 我其实呢 跟你一样 我开始 你是因为 C罗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什么呀 C罗好看啥 我其实不是因为 C罗 但是他是不喜欢 其实C罗长得挺好的 我讲实际嘛 我讲实际嘛 不过肯定又得罪很多人嘛 我其实不是不喜欢C罗 我是不喜欢佩佩 就是他旁边的这个葡萄牙的这个后手纹 这个佩佩的踢球啊 他在黄马的时候就野蛮出名 但是我自己 我再做检讨 这种不喜欢是没道理的 而且是有连累性的 对 有连累性的 有连累性的 你刚才讲的那个网球啊 我跟你其实一样 半决赛的时候 他姐妹都打进来 对啊 我就非常支持那个德国的那个运动员 我说千万不让他们姐妹打哦 那个德国后来我也帮他 但是我跟你讲啊 我到现场去看了 电视里你会放大了 看到小微的很多动作比较怎么样 奇怪的 但是如果你在现场看 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 因为现场有个距离 你只看到球打的好坏角度 你看不到他长得怎么样 所以在现场看啊 小微就得到的支持就非常多 而且呢再三我又要讲了 我这种对小微的排斥是不对的 所以现在在一个 大家就是最讲究分享的一个年代哈 反正有很多话不能说 对当然了 就是而且就是这个第三种 最自由最韧性的 这个个人的喜好啊 我们其实 所以我我我再讲 你个人自己在家里 你跟你家里的人 或者酒吧 你跟旁边的哥们讲 你到公共场合 我们看球赛转播啊 有时候那个评论员的 他稍微有点偏向啊 你就非常刺耳 对 你们仔细想想看 有时候的评论 这个不要CCTV5 他有说漂亮 好就什么 你支持中国队算了 但是当你支持两个 不相干的队的时候 支持中国队是第二种快乐 道德的 当你支持两个不相干的时候 这个观众很敏感的听出 你是偏帮哪一方 观众就会反感 所以这个问题是 我我是不仅从看球 我要联想到我们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的个人好恶 能不能用来 我们是没权利的人 一旦我们有权利的话 我们的个人好恶 会不会转为某种权利 我只是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 个人好恶啊 经常变成族群的爱恨 就人好像就觉得脾气不好 这种情况 其实在我身上很少发生 但是呢 我确实觉得 在这个社会里比比皆是 就是说 只是因为他没有跟你 喜欢同一个东西 或者 对对对 你听他说了两句 你喜欢的东西的坏话 我勃然打动啊 这就不行了 这就是粉丝嘛 对就是这样 这就是粉丝嘛 就是这样 我这种三人心理就碰到过 有嘉宾上来 讲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球星 我就对他就有看法 我下去以后 我觉得自己好蠢 你自己也是这样 对对 我想他喜欢一个 我不喜欢的人 这些人跟我们毫无关系 而他跟我是有关系 我们在一起工作 我居然因此 所以我就想人的 这种非理性的力量 而且我再三讲一句 我们追看球 一是追自己喜欢的明星 第二是追你不喜欢的球队 跟人 只要你不喜欢 对 只要你不喜欢一个球队 有不喜欢人的 你以后会追着他看 什么人打他 你都支持什么人 我以前就是一个 49人队 旧金山49人队 我那个时候 二十多年前 不知道为什么恨上了他 他又打得特别好 所有他的比赛我都看 任何人打败他 我都喜欢 现在回过头来 想很可笑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球队 客观来讲 那是非常好的球队 所以生活当中 爱是人的动力 恨也是一种资源 所以我们 你这个结尾四个字 就叫轻痛愁快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我不是球迷啊 但是我反倒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比赛 他们就说决赛头 对 一开头是好像一个也是一个足球名宿 说恨不得 哪怕是法国的足球名宿 说那个人 那个裁判没看着 就是那个人叫什么 把这个C罗膝盖给废了的 那个人就是第一场开幕式的时候 踢进关键的一个球的 法国队 对 他现在在排名啊 就这次的官网排名是第一 就整个欧洲杯啊 他是表现最好的运动员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都忘了他的名字 对 就是帕耶 对帕耶 就当时就说 就说 甚至是我听说是普拉蒂尼还是谁啊 就说 说应该把他们帕耶罚下 就因为你这个 让我们觉得一下比赛这个观赏性就给你破坏了 你知道吗 就都让看C罗 因为有C罗在嘛 对吧 这才是两强相争 但是我跟你讲 到后来 我细细看下来啊 我认为啊 这个帕耶啊 他这一下 才真正奠定了 法国队的败局 对 我认为C罗这一下啊 就是胜负之机 我还不是从技术啊 排兵布阵 你像中央台那个张璐就是讲 哎 没了C罗 这个葡萄牙的打法打出来了 对吧 对啊 但是呢 人人都放了 我看到的是什么 本来法国队是气吞万里 独虎的 对 事实上是 法国队受到了这件事情的情绪上的影响 对 明显就觉得他们有点 法国队的不知所措了 啊 就好像两人 就好像两人觉得我本来大家拿刀 可是前面那个刀断了 拿了根棍子了 这边拿刀的人不知该怎么办了 所以C罗一下以后 法国队顿时没啥竞争 不是 我我甚至就是 就就更显示我是伪球迷了啊 我甚至更进一步想 我把法国队想的很有良心啊 我我 我想假如 因为我想假如是我是法国队的话 特别是如果我是怕噎的话呀 就留一手了 其实啊 我这一下啊 我一下觉得对不起全场观众 甚至不如 对了 我一下觉得对不起全场观众 而且我马上也会像球迷 我想球迷和球星的心也是相通的 我马上也会觉得 哎呀 你看 搞的这个就很糟糕 这就像说你跟梅西踢 我是一后卫 踢不了五分钟 我光了一脚吧 梅西踢进去了 我当时瞬间的反应就是说 哎呀 这不好看 这没意思 赢了也没意思 但是 我是觉得会就法国队本身也有点觉得 我不觉得法国队会这样 是吗 真的在上了场比赛不会这样 是是是 你是没看 我告诉你 我觉得他们有点 法国的状态啊 马上就不一样 就他没利用这个状态 对 你要是真是说法国队饿的话 马上进攻 马上进攻来了 马上进攻 但是他们似乎在道义上 有点觉得 他在二十几分钟 这个这个 C罗踢下去的 到上半场的后半段啊 他的攻势完全不如前半段 对 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当时 他当时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比如说 如果说 C罗一拳一拐了 C罗担架抬下去了 如果说 来 往前冲 还是一开灯 往前冲 他对 他这样做 我就当时我带入感的想啊 有点没劲 你知道吗 就说明他们还是爷们 但是到了下半场呢 他是真的拼命来踢了 也没用 也没戏 所以法国 回了 我呢 说实在话 我的当时我就有个预感 我虽然帮法国 因为我去看开幕式嘛 而且我觉得法国在恐袭这么大的压力下 办这个不容易 对不对 我觉得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而且历史上也就是法国赢得多 但是到下半场 我就有个预感 我觉得 这个葡萄牙 这个打不死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小强啊 因为葡萄牙上去 很多人不满意 因为他小组是第三名 没赢过球 他都是合 勉强的 确实不是最强的 对 但是他 这个球赛就这点厉害 他不一定是最强的球赛赢 我给你们读一段 这样来弥补大家的心理 他说这个所有人都是赢家 欧洲杯啊 意大利呢 复仇西班牙 他把西班牙打掉了 德国战胜了 从未赢过的意大利 法国胜了多年不胜的德国 葡萄牙跟西罗拿到了第一罐 冰岛呢 从来没有过得发威 威尔斯呢 让英格兰知道 谁才能代表英伦 反正他也脱欧了 最后 俄罗斯是全部都输掉啊 可是他让英国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足球流氓 那英国呢 只有英国 英国是输家 你才留下来 是不是 所以读了这一段 我觉得这真叫正能量啊 凡事都从好的地方看 春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我其实想说的是 子东说的 法国队不知所措 跟你那种 就是突然不好意思的那种心理 是两回事 真的上场的时候 他可以不知所措 但是他绝对不会脚下 不好意思 这是一定的 所有的教练都是这样的 就像你 我是看网球吗 网球场上 你摔了也好 摘了也好 对方那个球 他不会很手软的打过来的 他要打就打过来 你躺在地下 他专业把那个球打过去的 他不会手软的 所以他们那个 法国队也不会脚软的 最绅士的表现 他们不会脚软的 一时之间有点心塞 有点心软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心乱了 其实就是 心乱 乱是会 运动员 这个时候要不说 可以进行很多心理学的研究 一般你像足球场上 有时候是有一些风度要讲究的 比如说那边躺下了 光你脚 就踢出去了 对对对 你不能再 哈 来了来了 那你就是恶人了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当时C罗的这一幕 其实真的是 我我敢于 我下赌徒的说 甭说他们赌球 赌葡萄牙的 你多得意 我跟你说 要是没有帕耶 我现在甚至可以这么说 要是没有帕耶 把C罗膝盖给废了 冠军还是法国的 我就这么说 当然我这么说毫无意义 我什么有什么自分 无所谓 无所谓 你伪球迷可以这么说 没关系 这表达你个人的 我就求求 我可以表达 我可以表达 只有在这个领域 我们可以 不管是非 不管厉害 表达我们的感情 所以说实际上 而且不牵涉球星 最大的 对法国队来说 最大的乌龙 应该是帕耶 对 最大输球的罪人 罪人了 应该是帕耶 可是他官网还排第一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对斯伊罗 就是无所谓 喜欢不喜欢 但是我得说 我跟他不太投缘 这不太投缘 表现在哪 我本来就很少看足球 但是唯一给我看到 他的这几次 在这几年间 都是他状态非常不好的 就所以留在我脑子里的 其实包括这次欧洲杯 我也不觉得斯伊罗的状态 他就打进好的 就一个投球 对 就一个投球 说这个脚离地一米零三 说是接近科比什么的 对 他有偶尔的一个表现 但是整体上这个表现 你知道 就是有时候 他让我想到 他我仅有的看过他几次 恰巧都看到 他状态不好的时候 所以我老觉得 他没有好的状态 他从来就在这 插着个腿 在这嘎嘎嘎 我没见到过 他几次表现上加的时候 他那个助攻 你没有看见的 有看见 有看见 球是蛮好的 他的最最往黄牌的 最代表性的 就是从左边 然后呢 接近 然后在那里晃晃晃晃 晃掉人家 然后球 你老实讲 就这件欧洲杯 就最后有 他表现有几个不错的 整体来说 他状态算好的 整体葡萄牙 我们讲的 葡萄牙是勉强过关的 对啊 所以你要讲公平的话 足球就是 就是这个世界的象征 他不公平的 但是他又是公平的 就是说你不能讲实力 你也不能讲人心 也不能靠万众一心 什么都没有用 运气很要紧 规则高于一切 你刚才说 什么人都赢了 英国输了吧 英国赢了 所有这些规则 都是英国的规则 你看你 埃菲尔提塔下面 万众一心 希望法国赢 对不对 那凭良心说 你想法国这个国家 为这个付出了这么多 可是偏偏就是一个球 一个偶然因素 这个多偶然啊 你看快结束的时候 法国对新 踢补上去 那个前锋一个球 踢在门柱上 你说这完全有可能 就进这个世界 就改写了 历史就 这个那些无耻的历史学家 就在那里 感谢历史 有运气的 但是 就是规则高于一切 这个东西是体育比赛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而且英国的命运说明 规则的制定者 最后往往上了断头台 给自己玩死了 现在一出来啊 就感觉葡萄牙 就是一个C罗 就感觉欧洲杯 就是C罗拿了欧洲杯 不是不对 整个比赛不是C罗赢的 但是最后 你的焦点还是说 他现在做了教练了吗 最后 最后的打气啊 最后的 他觉得他跟他以前的 那个费格逊 费格逊 他那个姿态啊 什么的 好像费格逊上升一样了吗 他就变了一个 葡萄牙的主帅 所以现在把功劳 还是放在他上面去 而且就现在 这个C罗粉啊 和梅西粉啊 又开始摇起来了 就说 说这个 这次C罗感觉形象 出于脱 我发现呢 有时候啊 就像大家看明星一样 那都是在台上 你建造的 跟他本人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我们不管 他受了一次伤 他带伤作战 就这一幕啊 一下子就是 感动了 很多人就要路转粉了 马上就C罗就感动了 然后就反过来 就开始骂梅西了 说你瞧瞧人家C罗 带伤作战 场边呼唤 对吧 梅西 一个点球 没踢进去 回来就在这当逃兵 就说哎呦 我要退出了 退休了 就是 现在不退出了 现在不退出 他们总 给劝回来了 对 总统挽留 所以他就作证 不退出了 大把的人在安慰他 为了梅西那个踢飞 那个点球 接下来 你们看 穆勒踢飞了 斯映斯奈格踢飞了 鄂切尔踢飞 法国队在过去几十年 只踢飞过两三个 德国队 德国队在过去几十年 只踢飞过两三个点球 这一次三个大将都踢飞 我看他们主要的工作 是安慰梅西 不是 你这个联系起来 你说他们踢飞是为了安慰梅西 就是明星踢飞点球 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啊 而且最关键的时候 踢飞点球 对不对 而且都是明星 对 踢飞点球的都是出名的 对 我还记得好多好多年前 巴吉尔在意大利那个点球 第一脚踢飞的以后 全场沮丧的不得了 心想第一个 巴吉尔上去 他就踢飞了 所以我觉得足球啊 真是他有这个人生象征 和人生安慰的意义 就是为什么我过去老说 我说这个NBA相比之下 不是真的人生 为什么人生 没那么多次进球的 足球比较像 就这一辈子 我们大多数失败 很少成功 你想象一辈子总在努力 很少成功 挫折是经常的 我觉得足球更让我想到 这个人生 对不对 就像你比如说 我那天又不是有 有一个人说什么 这个这个女孩 追求女孩 也拿这个足球来做比方 说这个男的 你看你很多次的这个尝试 你一直都在尝试 但是呢 他那个 手门的 他会手门的 你很少有机会进去 但是你想了一切办法 但是你还是弃而不舍 等等 我觉得都达一些 是人生做隐喻啊 做比喻 就人生难得进一次球 进了一次球 你就记一辈子 你像美国那个 就有点性滥交 你叫做性解放 没事拿老进呢 也没人防着 你看NBA对吧 也没人防着 光光光就见 你让人家张伯伦的新伙伴 本来就多嘛 对 所以篮球你看 NBA这样 对对对 其实呢 足球象征的是古典人生 就是19世纪以前的人生 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说法 比较象征的呢 是美国的橄榄球 美国的橄榄球那种 就是 第一次当 第二次当 就是他那个 你知道什么时候重要 什么时候不重要 有点休息 有点关键时刻 足球啊 全场没有休息的时间 但是令人置信 咱们赛前就说的 梅西是不是缺点霸气 梅西球还是提的最好 不过偷睡 跑 好 嗯